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之前2017年的时候业绩还不错 净利润还高达90亿呢 为什么突然间就聚亏了呢 原来在这个紧州银行的资产结构当中啊 规模最大的并不是常规的信贷资产 而是投资类的金融资产 那一般银行呢 它这个资产结构当中啊 信贷类的资产占比会比较高 大概能占到七成 投资类的可能平均仅占三成左右 而紧州银行的投资类资产占到了六成还多 而且一般银行的投资类资产都是投向债券啊 国债等等风险较低的资产 紧州银行投资了大量的飞标资产 但经济环定好的时候 一切都风平浪静 甚至账面会很好看 可是一旦风险爆发 坏账率就会急剧攀升 甚至会出现巨额的亏损 当然大家更关心的是 如果银行出现了巨额亏损 它会不会倒闭 如果倒闭的话 存在里面的钱还安不安全 虽然咱们国家大人17年8月 银监会正式起草了这个商业银行破产风险处置条例啊 意味着以后银行也可以破产了 但是实际上到目前没止 破产的很少 建国以来只有两家 一般的处理方式都是引进新股东 都是国有企业 然后把坏账剥离 资产重组 那我们放在银行的钱会不会不安全呢 这个大家大可以放心啊 因为银行本身破产概率就低 另外我们的存款50万以内是绝对安全的 因为有这个存款保险条例来保驾护航